- 下午三點半歡迎收看大盛仙機 我是詹學一好 今天星期五我同時也是耶誕節 那麼講樣子就知道外資放假去了 不過來看到今天台股中場 還是漲了38點 收在8368點 但是今天的量能 比昨天還要更低間 量能只有400億的量能 創了今年的新低點了 那麼期貨呢 期貨中場漲了59點 正價差來到了12點 好的 盤氏怎麼觀察 先問你強要專家 永成國際投顧的 韋國慶老師 吳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大家午安 好 表示我們知道 其實大家本來就知道 是外資放下去了 所以說這個量縮是很正常的 不過如果做期貨當成朋友 今天真的就是要比耐心 對不對 我們常常說 等久了就是你的 今天就是要這句話 對啊 各位 講得好 等久了就是你的 台下站久了看戲 站久了就是你的 對不對 對啊 各位 問題是今天 但重點是 今天是比耐性 等久了就是你的 問題是今天很多人 等不了那麼久 這才是問題所在啊 我跟你講 我說真的 今天這個盤 不要說別的 在12點半以後 在吉拉之前的時候 說真的 各位 幾幾乎快兩個鐘頭的時間 那個指數幾乎走成一條線 對 幾乎走成一條線 幾乎走成一條線 我說真的 各位 今天這種盤 我問你嘛 誰沒有看到今天的預估量 大概在400億左右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對 讓說是一定的 一定的 對 那不單預估量只有400億 反正外資也在放假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今天成效一定很低對不對 但你問就來了 如果你都預期說今天成效率很低 那鐵定今天這個盤 你也預期說 這盤大概就只能橫盤一整天了 但是各位 問題是 我說各位 我所有講說各位 這個股市 它就是一個反市場的一個地方 預期心理 你覺得今天亮說你不玩了 偏偏就有人在尾盤給你拉一把 對 當投資人你真的覺得 今天所然無畏的時候的話 等你耐心磨掉了以後 後面給你拉 坐手就來了 就來了 對啊 講得好 所以各位 這種盤 對啦 今天盤就是比耐性 不過話講回來 今天這種盤 如果說你只是看這種 這種圖的話 你絕對沒有耐性了 對不對 對啊 從開盤開始 就算後來曾經談了一波 也不過就是差不多二三十點 差不多三十幾點就沒有了 兩個關鍵九點半跟十二點半 對 結果就晃了三個多鐘頭在那個地方 我說各位 你看這種東西 你怎麼會有耐心等後面 你絕對沒有耐心 但是話講回來 各位 今天這種盤 千萬不要開始後面擠拉以後 覺得好可惜對不對 今天如果等九點多單不就有了嗎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其實今天這個盤 雖然說是比耐性 但是問題是後面的那種擠拉 有沒有有機可循 我跟各位講 這就是重點 今天比耐性 如果說你曾經有看到兩樣東西的話 各位我相信你能夠耐性 你會繼續下去 你能夠繼續下去 後面的那一段就是你的 哪兩個東西說穿的 第一個大戶指標 各位你知道今天大戶多空力道 比過去前兩天出現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各位你記不記得 昨天前天兩天的盤 都是拉前半場殺後半場 先小多然後後面大空 對對對都小多大空 所以呢 昨天前天都是連續殺後面對不對 殺尾盤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盤 當盤中在橫盤的兩個鐘頭的時候 今天大戶只要撤出來 大戶是在做多 完全不一樣 來你自己看 所以我跟各位講 今天是比耐性 但是重點是 比耐性你有沒有耐性 那就要看方法了 各位看到了嗎 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了對不對 各位 昨天也好前天也好 都是前面掌後面跌 前面掌後面跌 原因就是因為是前面大戶有做多 但是呢 到了中場橫盤的時候 你看喔 各位你看我再講一次喔 什麼樣的盤 後面會漲會跌 同樣都是橫盤喔 各位 禮拜三也是前面掌之後 盤中橫盤殺了個尾盤 昨天也是喔 盤中橫盤 後面一路往下殺對不對 問題是那今天也是橫盤呢 那為什麼後面往上拉 各位喔 同樣是橫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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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在什麼地方 你自己看喔 禮拜三的橫盤 大會在做哪一邊 是在做小空喔 各位 這做小空代表什麼意思 昨天也是一樣啊 昨天 那一段的橫盤 大會在做什麼東西 是往空的方向操作喔 各位 這個跟禮拜三跟禮拜四 意思是一樣喔 在橫盤的時候 大會在做空 之後呢 力道出來跟你灌尾盤 對不對 我說我一直都講各位喔 盤中 我跟你講所以我今天 各位如果你看大神 看過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你都記得我跟你講過 各位 每一次盤中在橫盤的時候 那是最關鍵的位置 各位 因為橫盤以後 反正不是幾漲 就幾跌嘛 我說各位 這個道理其實你懂啊 問題是說 那橫盤以後到底要漲要跌 那就是關鍵了對不對 那怎麼判斷那個橫盤 到底後面是漲還是跌 我跟你講很簡單 你看這東西 走來 各位你看 禮拜三那段橫盤對不對 為什麼後面擊殺 因為在橫盤的時候 大戶在做什麼東西 是在做空喔 各位喔 這個小空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 對不對 這邊又多了 他慢慢給你放空 等到把那個空單 養夠了以後 給你灌下去 你懂這個意思了嗎 通道道理 昨天也是一樣啊 盤中在這個地方 也橫盤的將近 快一個多鐘頭的時間 大戶對不對 空慢慢空 慢慢空 慢慢空 等到他空單收購了以後 開始給你灌 一直到一出來 一直給你灌灌灌 灌到幾乎快收盤為止 但是各位問題是你看 今天的意思 完全不一樣喔 今天站在橫盤的 那兩個鐘頭裡面 看到什麼東西 喔 大戶啊 偷偷在做多喔 所以各位 你懂這個道理的吧 說實際上各位 橫盤以後到底是漲 還是要跌 我再講一次各位 對不對 你看維護圈大戶都要指標 就這麼的簡單 這麼的清楚啊 各位看懂了嗎 所以我跟你講 我每天都在節目上 我在教你一些paypal 教你一些訣竅喔 教你一些mega喔 盤到底是怎麼看出來 到底要漲要跌喔 各位再看一次看到了嗎 今天的橫盤 大戶是在悄悄在做多喔 昨天 前天的橫盤 大戶是悄悄在做空喔 看懂了嗎 所以各位 喔 這就是插天插地 插在這種地方而已喔 好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已經 再看維護圈大戶都要指標的話 那我簡單講 盤中盤了兩個鐘頭 很多人今天盤了兩個鐘 那盤都頭雲腦脹 人家都昏昏欲碎啊 但是重點是啊 但是所以 卻一路看到說 大戶還在做多喔 所以這個地方 總是有機會對不對 好各位 這是第一點 除了這個之外各位 還有個第二點還更重要的 還有個更有趣的東西 什麼東西 各位喔 除了今天大戶盤中 是在悄悄在做多 在慢慢收多單喔 這個是一個重點之外 還有第二個 各位今天這個盤 其實喔 剛好分成兩段 什麼兩段 前面一段 指數 開盤打下去 可以往上做反彈喔 第一段的高點都在差不多啊 834年那個附近對不對 晃了也晃了快一個鐘頭嘛 對對 然後晃不上去 就往後來往下先殺過一波嗎 後來各位喔 這個地方的急拉之前 各位指數 我跟你講指數啊 過了一個點位 叫做8339 各位 如果你看大家的經濟 有差不多 有比較多 兩天三天就好 各位有個8339 這個數字 可能你有印象 什麼8339 大戶的成本性 對 好來 各位今天這個盤呢 為什麼後面會急拉 我先給你看各位 我先給你看個call訊 是昨天 不是今天的call訊 是昨天的喔 各位喔 凡事對不對 東西各位喔 真正的好真正的準 絕對不是來節目上放馬後炮喔 來各位 昨天節目你看了喔 好各位 這一桶call訊是昨天的 你看到了吧 昨天在節目上我跟妳講過了喔 這昨天在盤中在11點18 是那時候對不對 那個時候指數 那個時候指數在這個地方 就是當時啊 昨天嘛 你看到黃色那條線沒有 這個地方對不對 昨天的盤也一樣啊 昨天的盤也是拉前面殺後面嘛 這幾乎就是一半 前面找後面疊對不對 昨天的盤為什麼後面會一路跟你殺下去 就是因為昨天的盤啊 本來前面是漲喔 但是在盤中的時候 指數啊 又跌破了那個8339 到8340的那個支撐喔 所以我昨天還 昨天對不對 我還特別更歡迎講 後來我昨天還 節目上還拿給妳看喔 所以啊 這個地方反過來啊 變成壓力喔 各位 昨天記不記得 後來中場以後 為什麼一路往下殺 就是指數跌破了那個支撐 8339跟8340呢 既然跌破對不對 所以啊 支撐跌破變什麼 變壓力嘛 所以壓力啊 要看這個地方喔 好各位 這個地方不但是昨天盤中 盤中的壓力 後來就一路不是殺到 將近快8300去嗎 甚至各位 今天也是一樣喔 你自己看 既然昨天的盤 一拍盤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嗎 昨天的盤 跳空之後 為什麼先拉一段 一跳空 就剛好跳過那個 8339到8340有沒有 所以不是先拉一段 所以不是先拉一段 上去嗎 我之前講是各位喔 跳空缺口跳上去 你不要以為跳過 跳空缺口那麼大 不敢做多 跳空以後 是不是跳過壓力 那是關鍵最貴 昨天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嘛 因為這個壓力 是從前天就有了 就是8339到8340 那個地方 昨天跳空上去以後 因為有站住 所以先拉第一段 後來盤中殺破以後 開始給你往下灌了一匹 一匹牌對不對 那各位 記不記得昨天 在講今天的關鍵點位的話 我還在講各位喔 上去看這個地方 有吧 昨天節目上 在講今天關鍵點位的時候 我不是講過這各位 上去在這裡喔 那各位 這個地方跟著一模一樣 就在那個8339到8340 所以你看今天第一段 第一次各位 第一波的高點在8338 就給你往下殺 後來對不對 談上去以後啊 一大段的時間指數通通都在 8340那個附近 給你晃晃晃晃 一直晃晃晃晃 但是各位喔 重點來了喔 我把今天放大給你看 對 這個黃色的線喔 是什麼東西 就是2016年版 那個最新的有沒有 那個大戶的多控成本線 我說各位 這個成本線有多麼的重要 各位喔 尾盤的吉拉從哪裡開始 得過來 我把這圖放很大給你看 得過來盡量放大 看到沒有各位喔 今天一整天的時間 看到囉 從開盤開始 先是第一次彈到有沒有各位 這個大 這個黃色這個線 各位喔 8339哈 先看到這個數字 8339哈 好 那各位喔 開盤之後 第一次彈到8338 打回去 後來盤的各位喔 一大段的時間 都是差不多 壓在8339這個地方 一直給你壓 但是各位各位 你看到這根K線沒有 這根K線 在12點40幾分的時候 今天啊 開盤以後 第一次K線 看到沒有 它K收的位置 剛好穿過了這個大戶成本線 這個8339各位喔 整個後面的吉拉 就從這裡開始 可以看懂了嗎 各位喔 重不重要 好重要啊 我跟你講今天 在盤上我還在 我還在教我的會員 這是2016對不對 最新那個大戶成本線 在這個地方 各位你不要說今天 為什麼後面會吉拉 各位關鍵在於 在這個地方 你看沒有 今天從開盤 一直到這次會員 所有的K線 頂多在839以上 都在留上影線 從來沒有哪根K線 收的時候有站上去喔 一直到這一根為止 這一根它K收 一站上去的時候 各位喔 過去其實學技術分析 你大概有學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在討論 所謂的突破壓力 或是跌破支撐 各位基本上對不對 不管你看幾分鐘的K線 都是要有那根K線的K收 比如說你看日線也好 你看1分鐘5分鐘10分鐘 不管你看什麼分析 都是我們看有沒有 有沒有叫做突破跌破 都是那根K收的位置 譬如說任何一根K收 有突破那個壓力線 那個地方就確定叫做有突破 各位懂這個道理 各位重新我想你 你學技術分析應該 你懂這個道理好 各位今天唯一第一次 什麼地方開始突破那個8339 從這裡開始 但是各位反過來講 你看昨天什麼 昨天的盤對不對 前面為什麼後面一路殺一樣 在這個地方 重新灌破8339以後 各位後面對不對 彈了兩三 各位再怎麼彈 頂多彈到8339 之後跟你一路殺 好的不來 我們連著大貨指標一起看 那更準 更清楚對不對 看到了嗎 當指數 這個大貨成本線 一旦跌破以後 看到沒有 大貨在往哪個方向 大貨的力道往哪邊做 再往空的方向做 一跌破對不對 頂多給你彈到這個線上 那就是反彈的最高點 一路給你往下殺 今天這個盤 前面我剛講的對不對 盤中在橫盤的時候的話 大貨是悄悄在做多 尤其這個地方 當它這根K收過去了以後 就跟昨天啊 這根K收跌破的那個8339 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各位看到了嗎 跌破這個大貨成本線 殺給你看 重新站上這個大貨成本線 拉給你看 各位就這麼簡單 各位看到了嗎 這些這些力道怎麼出來的 你懂得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各位 這麼關鍵一個位置 在這地方也是各位 今天我說這個 我剛講過 今天後面這一段 其實各位 如果說今天你已經在看 微光線的這個線基系統的話 盤中這個地方 也許你就有耐心 你就有耐心 為什麼第一個 大貨對不對 在他們那時候 我剛講過 他其實悄悄在做多 他不是在做空 不像昨天 各位 這點代表說 可能有機會要漲 而且重點是各位 什麼時候趕快進去搶多單 如果說你還在空手 在等的話 各位看到沒有 在這一根上 他突破了那個8339 站住以後各位 最起碼在這個 當時位置就在差不多834級了 各位這段時間 你趕快進去搶多單 各位 起碼後面這段漲得快要四五十點上去 各位今天其實整個一段多單 通通在這個地方 各位 關鍵在這個上面 你看懂了嗎 好啦各位 我今天花了好多時間 在跟你解釋這個東西 我跟各位講 各位 這就是各位 整個看盤 它的每個 它的訣竅 它的關鍵在這個地方 你等了 很多人今天開盤 有等了一整天 越等 哇 從十點等到十點等到十二點 越等越受不了 算算算 今天盤不要看 我覺得很多人今天盤中 大概等到十二點多 想說算了對不對 不要看了 四百億沒什麼好做了 於是觀望的觀望 不做的不做 甚至可能還能去放空單 有喔 有喔 想說沒有量喔 對不對 搞不好會空下去 還要去手 還要去放空單 各位 各位 如果今天盤中 你去放空單的話 你已經看到了喔 大豪在悄悄在做多 你放空單 剛好被大豪接走 後面拉給你看 各位 關鍵在這個地方 橫盤橫盤 在做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 你作為國際的大豪 多空地道指標重不重要 你說大豪成本線重不重要 各位 各位這些指標 都是各位 讓你能夠 說真的各位 能夠戰勝這個市場 獨一無二的東西 不是嗎 我今天為什麼花那麼時間 給你解釋這個東西 對不對 指數在橫盤 橫盤 到底後面要漲要跌 關鍵在大豪 偷偷在做什麼動作 指數橫盤 後面要漲要跌 各位 關鍵對不對 到底在做些什麼動作 看懂了嗎 所以各位喔 而且對不對 指數有沒有重新站上大豪那個成本線 指數有沒有跌破大豪那個成本線 各位 通通那個8339 對不對 那個黃色那個字 各位 全部在那個8339上面 那就這樣子 所以各位喔 而且這個東西 我說我不是各位 我不是今天來跟你放馬後炮 昨天節目上 我就跟你講過 整個的觀念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兩點上面 所以各位 今天我希望 你盤中你有耐性 你耐性的性質 你去守了多單 哇 後面對不對 你該得的就給你了 但是我想各位 今天這種盤 要是你不看微信大戶指標 你不曉得盤中大會 其實巧巧在做多單 你也不曉得對不對 在那個地方 指數啊 其實已經過了兩天以來的那個壓力 那個大戶成本的那個壓 那個黃色那個壓力線 各位 你怎麼守得住呢 所以各位 維國慶的現金系統 這些大戶指標 各位大戶成本 是不是能夠真正的幫助你對不對 好好的 對啊 把你的操作做到 我說各位 真的做到 我們不要說如火澄清了 起碼做到對不對 很好的很理想的那樣子的地步啊 那各位喔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這個月 12月我已經把2016年版對不對 整個都做出來 尤其2016年版裡面 一個最新的指標 就是大戶成本線 各位喔 各位喔 極端的精算 大戶成本的那個籌碼 在什麼地方 所以各位 怎麼樣能夠很清楚 掌握行情那個高低點 那個轉折 那個反轉點在什麼地方 各位 都在透過這個大戶成本線 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盤難嗎 不難 好 那這樣的話就簡單了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這種盤很多人呢 盤中看到昏昏欲衰 看到不都不想做 哎呀四百億成就要量不要做 各位你不做 那後面就拿上去 所以各位 今天關鍵在第一個對不對 盤中大戶在做什麼動作 還在做多 對啊 而且各位悄悄做 到了後面給你拉上去 所以各位 大戶力道指標重不重要 是啊對不對 過去昨天前天 都 中場以後都往下殺 那是因為大戶 再給你看 如果說你剛剛看 你還看沒什麼印象的話 來各位 再看一次 我再講一次各位 盤中 尤其在橫盤的那個過程裡面 後面到底會長會跌 關鍵在這個地方 再看一次 橫盤 橫盤 大戶在做什麼動作 橫盤 橫盤 大戶在做哪一邊 橫盤 橫盤 大戶在悄悄在做哪一邊 看得懂了嗎 所以各位 橫盤到底後面要漲還是要跌 各位 關鍵都在中間這一段 就在這一段裡面 這樣有沒有夠簡單 所以各位 我再講各位 行情的漲與跌 不是你猜出來的 不是你靠感覺 感覺出來的 猜沒有用 實實在在各位 看看我以前大戶力道指標 我想說對你還是實在有幫助 好啦 這樣講夠簡單了 好啦 我講快一點 所以各位 今天盤對不對 第一個 因為大戶盤中 是一路在做多 所以拉尾盤一點也不奇怪 盤中對不對 過了那個8339的話 終於後面就開始跟你急拉 好啦 所以今天盤中 要是你守得住的話 後面你轉那一段 也是該你轉的 好啦 另外 今天箭頭也是一樣 今天開放以後 殺下去 8306開始翻多 大戶在做多 又是兩者 箭頭翻多 這是昨天的 這是今天的 開放以後往下去 8306全頭翻多 箭頭翻多 大戶做多兩者同向 你先做一段上去吧 上去以後 8344翻空 大戶在做哪一邊 做多了 所以各位 空間不要做了吧 多擔心跑一趟 這位 就來了對不對 換了換了大戶 就一路再做多 重點是後面8337 箭頭再翻多 哇 後面大戶力道一出來 砰就從這一段 各位 這個關鍵 各位說真的 今天第一段多也好 反正都是箭頭翻多 大戶做多 箭頭翻多 大戶做多 隨便兩段 你抓任何一段 或是兩段的話 今天少做個四五十點 總有吧 各位 鍵盤已經算很悶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兩段多 你抓到的話 四十點五十點對不對 其實也輕輕鬆鬆 那不就好了嗎 今天這盤其實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各位 我在講各位 今天這盤 我剛才一開始講 要有那個耐性 各位 比耐性 我在跟各位講 比耐性 如何能夠讓你的耐性 能夠這樣堅持下去 關鍵在這個地方 打不來放大 各位 關鍵在這個地方 關鍵在這個地方 各位 這個是一個最理想的 我也告訴你說 這個盤來 我再放大給你看 告訴你對不對 這個盤啊 終於 終於突破了整個整理區 從這邊開始的話 要上去 後面果然就拉 就幾拉就通通都來 整個關鍵在這一段 終於突破了 過去幾乎說 一天半以來有沒有 那個八三成九 那個大戶那個成本線 各位 關鍵在這個地方 你看懂了嗎 只要你各位 這一根你看得懂 後面這一整段都是你的 這樣豈不是好輕鬆嗎 所以各位 要賺錢 靠的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的軟體做得到嗎 你的軟體做得到嗎 是啊 各位 比較比較看 什麼叫做最好的東西 各位廣告時間 你好好想一想 下個禮拜各位 雖然說 今天的盤只有400億 可是各位 這種急拉尾盤 代表說 做多的那隻手 力道還是很強 好 那各位 下禮拜一開始就精彩了 那這盤怎麼看 時間關鍵就往下回來再說 好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永成國際投顧 成性專業用心 成性專業用心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責詢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至聖國際精品 嚴重巡迴販賣會 百萬精品 全面下殺異者起飄 暫時名表 銀牌包 全付出清一見不留 網品餐券排隊價88元 12月25到26日 只有兩天 中和福皇酒店 錯過這次再等一年 沒來會合會 代表愛情 戴雅登F4 代表愛情 戴雅登F4 爆爆中秒公司 讓我的心隨著咖啡箱 與你一起旅行 柏浪三合一系列 柏浪咖啡全新風味 農醇香滑 全聯咖啡大賞 活動期間買一送一 品牌聯合低價回饋 萬件商品隨您搭配 搶購趁現在 25到28 桃園巨蛋 家具家電展 百祖南坦天天送喔 啊!好癢喔! 你賣個白啊 越抓會越癢 快用慢秀雷登AD 只癢消炎乳膏 乾癢都給它過燥 不癢才好晚安 慢秀雷登AD 止癢消炎乳膏 AD 洗澡用AD捷孤乳 滋潤抗甘免 永成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泳城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2542-8999 沖出去了 不錯 所以各位 下個禮拜其實盤就很簡單 第一個 下面的重要支撐 已經在這個地方 這就不需要說了 另外各位 其實今天尾盤這種急拉 甚至把連那個坡有沒有 把坡的那個壓力線 都突破上去 這個地方 因為壓力線突破 壓力就變支撐了 對不對 下個禮拜開始的話 往下看 最接近為第一個支撐 已經從這個地方就開始了 這個點位在什麼地方 就是下禮拜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另外這個段隊 已經是下面一個相當重要的 一個大的支撐 所以各位 所以你今天 最好能夠預知一下 這個地方的位置 在什麼地方 以及這個位置 好 下個禮拜基本上來講的話 基本上只能是往支撐的方向來看 而且各位 不但是如此 其實我們從日線上來看的話 也很清楚 各位 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其實指數本來每次找到8300 就上不去對不對 原因很簡單各位 記不記得在11月份的時候 對不對 放大到這一塊來 盡量快點 放大到這一塊各位 因為整個11月 不是航空盤了快一個月對不對 當時11月在橫盤的那一個月當中 當時整個那個區間的下檔 就在我寫個B 就在差不多8300這個地方了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一波反彈油尾 連續好幾天的時間 都來到8300上不去 可是問題是今天 終於一樣對不對 K收 我們講日線 就講日的K收 終於站上了 突破了有沒有 過去那11月份 那整個區間 那個下雨 後來不是因為跌破 變成壓力了嗎 所以突破了就在那裡 到了今天開始站上去 所以各位 這來講對於多少來講的話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結構 所以各位 要把握機會了 不要說外資貴 外資放假還有內資 不要 一個多頭的訊號 對 老師講得很清楚 而且最近各位 今天其實 你看本來像前兩天 很多的中小型股 蹦蹦蹦都跌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各位 到底今天又開始 活蹦亂跳了 集團的作賬行情 對 對 基本上你看 譬如說 我覺得玉京做代表 玉京真的是很夯的股票 對 你看 不斷在闖新高 頂多就在昨天 稍微整理了一下 但是各位 重點是 大戶在強力再做多 所以今天其實 又開始往上攻 所以各位 一樣了 其實 就算以股票來講的話 什麼叫做標股 所以太陽能還是很強 還是很強 你看看 這個一樣 就跟期貨一樣對不對 大戶在做些什麼動作 為什麼這一波 這麼樣子一直在飆 大戶一直持續在 強力在買多 對 是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 放大一點到上面來 所以各位這一波 最近來講的話 這一波從11月18號 這23塊6 在微波新線系統 出現第二次買訊貴 光這一波本身 漲了快40% 那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 真正來講 這一次它整個起漲的位置 是從這個地方 從8月26號開始 當時才11塊 到今天已經30年了 光一漲漲了快兩倍多了 所以各位 對不對 一樣嘛 為什麼 預金這波可以大漲 你說基本上太陽能好 但重點是不會 大戶是一路在做多 看到了嗎 一路在這樣狂買 所以各位 要找標股很簡單 箭頭有沒有翻多 大戶有沒有強力做多 看這個都知道 所以各位 標股 什麼叫標股 有這個條件叫做標股 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另外你看像金融股 對不對 為什麼金融股 老半天搞不上去 附幫 一樣 大戶在做什麼動作 再怎麼談怎麼談 就談成這個樣子而已 好了各位 禮拜一大門的觀念 在什麼地方 你想想預知的話 儘管一通電話進來 好 確實的老師指標都表示很清楚 我們想知道多 後續行情 下禮拜同一時間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大線線機 感謝收看 我們下禮拜一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